我是刘明 台湾有一百多万的身心障碍人士 我也是这一百多万人中的其中一人 我有一个梦想 我想为身障人士打造一个圆梦的舞台 让更多人看见他们在舞台上发热发光 跨越障碍 展现才艺 欢迎大家收看圆梦新舞台 自闭症的陈冠文谈了一首好情 唐宝宝黄子娟是新路合唱团的资深团员 他们是今天的主角 两位在沟通理解能力上 比一般人慢一点 但是在慢学的过程里 他们却活出精彩的生命 所以我邀请他们来节目里 分享他们慢慢学快乐活的故事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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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梅老师好 好妈妈 哇你们怎么这么早就来啊 认真哦 对啊对啊 那我昨天看你们的影片 然后看到灌文练那么难的曲子都可以练起来 对啊好厉害 今天录影一定没问题的啦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不用担心 对谢谢 圣妹老师好 哈喽 哇 你今天社工老师你没来啦 音乐人员盛飞 最为人所知的是她为电影《海角七号》 担任音乐总监一职 做出许多动人的乐曲 蛮厉害我是在对岸的 很度吗 对她9岁 今天我和梓娟能够来跟你一起录影 我们两个都超开心 我也很开心啊 那是我的荣幸 欸 梓娟你受伤当那是什么 嗯 这是我梓娟老师给我们的 她节目总录影要习卡 哇 你看梓娟老师多认证 上面还有写你的名字喔 今天呂生辉老师 特别前来参加录影 相信可以透过音乐 这个共通的语言 让沟通变得无障碍 欢迎来到《圆梦新舞台》 今天在我们录影棚非常的热闹 对 很多的人 好 首先介绍两位主角 第一位主角就是钢琴高手 也是游泳健将 我们的陈冠雯 冠雯 你好 刘老师 是 今天陪同冠雯来的是冠妈妈 你好 是 再来一位是对自己很有信心 对 又会唱歌又会跳舞 黄子娟 子娟好 杰老师好 今天陪子娟来的是 新路文家基金会的社工员 又婷 欢迎又婷 你好 那接下来介绍我们的特别来宾 他是音乐人 那如果提到一部电影的话 大家耳熟能详 就是还讲七号这部电影的配乐人 是 欢迎李盛斐余老师 刘老师你好 冠雯 子娟你好 是 接下来我们把三分二的时间交给冠雯 听冠雯来分享我的故事 好 我们给他加油一下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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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我看 关的 这是什么 我看 这个是 你上课都在画这些 没有 看你呢 他们说我是星际勇士 因为我有另一个名字叫星儿 我在两岁九个月被 却乘出算有冲突自闭症 我问你要喝东西吗 这个病症让我的语言 学习 人际互动 能力都比一般人来得慢 他有一些很固定频率的一个tick 就是外头血眼啊 眨眼睛啊 抖抖 身体抖动 那样的问题 那我们就很急啊 不想走到腰物这一段 所以说我们唯独想到就是看到国外的文献 提到这样的一个运动方式治疗 然后我们就去尝试看看去找个运动 因为他也四肢没有很协调的情况下 想说就往水里去发展看看 因为灌纹对 喜欢的游泳他非常执着 他不会说不要或者是闹脾气 或者这些他都几乎很少 几乎没有 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地方 算是蛮特别的 一开始怕水怕了非常的久 然后想说好吧那就慢慢带慢慢带 引导他花了将近一两年才 才让他头下手 剪头发这个事情 那觉得他可能就尖叫 要四五个人这样子帮忙要架着他 可是现在他可以享受在里面 这个过程我们花了十年 他之前还会比较怕一点 后来试着聊一聊 就慢慢的比较稳定 有时候人家说 为什么教十次教一百次 还学不会然后就放掉 我觉得坚持就是什么 坚持就是一直教教到混 他跟一般特殊的小孩真的 我觉得他真的超厉害 很独立 经过十七年的努力 我在钢琴和游泳都有很好的成绩 大家好 我是陈冠文 我现在就读方济高中二年级 我很喜欢游泳和音乐 我参加各种游泳和钢琴比赛 拿到很多面金牌 但是大家很难想象 我小时候非常怕水 因为我是一位自闭 有严重的触觉敏感 但是为了克服触觉敏感的问题 妈妈小时候带我去正心医院做水疗 第一次下水时 整个水疗时都是我的尖叫声 还好妈妈抱着我安慰我 让我不要怕 十年来 每天早上天还没有亮 我就到游泳池报到 游泳四千公尺 冬天寒流来 人人也一样下水练习 谢谢爸爸妈妈常常鼓励我 带我去买布丁和茶叶蛋 让我游的越来越进步 除了游泳 我也喜欢音乐 记得第一次参加钢琴比赛 我一直边谈边对着台下观众笑 谢谢爸爸妈妈带我练习参加很多比赛 一次次的比赛学习累积很多经验 我很努力 我今年终于拿到文化杯钢琴比赛高中组第一名 我很开心 我终于做到了 我将近只要有努力认真练习 就有机会成功 我的学期比一般人慢 从小到大 我没有什么很好的朋友 希望有一天 能交到一个人能同我的好朋友 谢谢大家 哇 好厉害喔 冯文 你觉得会不会紧张 不会紧张 平常他可能背很多不同的很难的曲子 但对于演说或者是要在那么多人面前 一定是一个很陌生的这个环境 那这个东西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可能很大的压力 不过我觉得他很棒就挑战成功 好 接下来就轮到很有自信的子娟 OK吗 OK 好 来我们给大家掌声唱 好 好 好 不是 我拍开心一颗 哇 真棒 你泡的喔 对 我这一泡的 哇 好香喔 我这种泡的 好棒喔 谢谢你 我是华子爹 我天生 有一个特别的绰号 我是唐宝宝 因为我有时候讲话比较慢 然后别人都觉得 是一样的孩子 其实唐宝宝他都有一个 特别自己的个性 然后有时候会有点倔强 然后有时候会有点固执 所以有一些情绪的状况 会影响他们的学习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年代 要上启治小学 好像很多家长都不愿意去 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 一定要让他上 我从来没想要把他关在家里 我总觉得他上课的很顺利 他碰到老师都很好 让他生活上有一个重心 然后有一个地方去 然后能够发挥他自己 真的可以发挥的角色 不是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 然后受到严鼓励 你就会发现他可以做得更好 我觉得这几年 这几年在新入 我觉得他学了好多 所以我觉得那个环境对他是对的 我觉得他的潜能是后来 在新入这一块才被发掘的 对他来说 他更长久的时间 是要在社区当中生活 所以我们这边给他的环境 和他可以参与的社团 和一些学习的课程 我觉得真的就对他来说 是一辈子很重要的事 我不想让别人认为我是他 他妈妈 所以我想跟邓超导一样 自己就知道 生活 大家好 我是华指尖 我今年42岁 我从小就从关了小学 七四八 进化国中 客数八 高中师就组台北协制学校 我到学校里 我认识了国字 我也可以写 妈妈说我 只是说我比别人嘛 比别人要写一次 我还要写54个五百四 我很谢谢妈妈 让我选人这么好的学校 还有真正的我 还有我学习一个人搭高车 或有几次找书的经验 第一是下班要回家 转车转错了 第二是 是我有点忘记 在计划国中附近 我一直在等高车 然后听说单一台车 是最后一台车很少 然后妈妈回到家 晚上11点钟 妈妈看到了我 说了一口气 二十年前我参加了 75经济会的核酸团活动 认识了很多校网 七次朋友 校网 年龄的消防好朋友 跟他们一起做年龄 OK 谢谢大家 我觉得她表现算很不错的 这样子 反正我觉得我比她 还要更紧张 我可以听出来 她是真的像我们平常 在演说在讲故事 她其实表现算是 我就蛮自然的 她是真的把她自己 心里面想讲的 然后那样子的感觉 把自己想要讲的东西 说出来 我有感同身受 刚才演讲的时候 会不会很紧张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她表现得很好 好 来 妈妈要不要谈一下 刚才冠文的表现 出乎你意料对不对 对 真的 尤其要讲完的那一刹那 你应该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真的 会不会想带她以前的辛苦 有 就是她 她两三岁的时候 那时候完全没有语言 然后也没有任何声音 然后医生还担心说 会不会不会讲话 因为她是支笔儿 然后我们就担心 她不太会说话 然后刚看到她能够成功地 讲完三分钟 那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是 那子娟 你觉得你今天表现怎么样 有点 我 如果要给自己打分数 你会给自己打几分 20分 也不错 是 我觉得蛮感动的地方是 我如果再冠文这个年纪 我可能比她更怯场 那子娟 因为她刚刚分享她坐公车 这个第一次的经验 会想象到我自己也曾经有这样子的经验 就很小的时候 自己一个人去学琴 然后可能就坐过头了 睡过头了在车上 就一个小学生 就是那种无助的感觉 就是在子娟的故事里头 我能够感同身受 是 那当生出这样的小孩 尤其医生断定她是自闭的时候 是 你当时有没有觉得很勤天霹雳 是 不只勤天霹雳 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已经 就是世界末日 真的 因为我那时候还记得 在医院拿到那个 身脏手册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接受 我这么可爱的孩子 为什么一夕之间就变成身心障碍 而且她的那个诊断是终身的 她不会好 不论我做什么努力 她都不会好 你应该哭过不少的长夜 对 我还有一度有一点忧郁的症状 因为她小时候 她的情绪大到她尖叫 她又会智商 然后她不管谁在你旁边 反正老师在 校长在 她还是在那边滚地 然后就是 可是我在想说 如果我不帮助她 有谁能够帮助她 对 可是她那时候尖叫了 让我 我非常的觉得 可是我觉得 也是这些年练下来 让我脸皮越来越厚 我不会去在意 因为我觉得别人的眼光 是一时的 我们是陪她一辈子的人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 像我刚刚听到说 你把冠纹 送到普通班去就读 是 那你有来自于学校 给你的意见或压力什么的吗 一般来说 老师都是还蛮正向 可是有时候有一些家长 不理解的家长 或是同学 会有一些异样的眼光 可能一开始她真的很混乱 可是当时间久了下来 他们发觉她很努力地在学 其实家长跟同学们都 我觉得对她的改变 态度的改变 让我们非常感动 好 问一下子杰 因为你刚才在分享的时候 谈到 妈妈训练你搭公车 为什么她会要训练你搭公车 你当时有没有说我不要 当时我的心情就是说 为什么我要立一个搭公车 我可以说我不要 然后妈妈说 那一定要 又请跟我们谈一下 对于这样的小朋友 他们如果不想学的话 是要按照他们的想法去配合 还是要让他们去学 这个也是我们在助人工作的一个挑战 就是有时候很难拿的 就是到底是对他们好 还是他们想要的这个事情 对 那可是以搭公车这件事情来说 子杰它是 我们会觉得它是有能力可以做得到 那我们当然就是会去推讨它说 去试试看 去尝试看看 那你自己想要去哪都可以这样 那我可能会类似这种方式去推讨它 然后让它去学习这样 在人际方面你们会怎么教导他们 给他们什么学习 像以子权先来 他就会到参加我们这边中心的活动 我们是类似有点会馆的概念 那会馆就是一个半开放空间 可以让他来这边 教教其他障碍者的朋友 让他也可以满足他人际这一块 那我们也会有很多多样化的一些课程活动 像健康促进 或是一些人际的团体 然后社团 终身学习之类的 他要参加我们的合唱团 然后发挥它跟舞蹈的本领 他的舞蹈很有天分 好 来 接下来聊聊你们两个的梦想 子娟的梦想是什么 跳舞 小孩子 小朋友 小朋友 跳舞 好 那我们下一次录影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你跳舞了 好不好 好 问一下冠文 试着说说看你的梦想 我想要交到好朋友 对 想要交到好朋友 我跟李老师可不可以成为你的好朋友 可以 可以 太好了 叫好 李老师他需要交好朋友 我们试试看 好啊 好 我听完他们分享其实还蛮感动的 那当然来自于说 我们一般人对他们的了解 或者甚至是误解 那想像我自己 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 你怎么去学习口语这件事情 我觉得那都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练习 听他们就是表达上有障碍的孩子 跟一般的其他身心障碍的朋友 其实讲起来完全不一样 听他们讲 尤其他们克服了那么多困难 然后呢练习 几乎家人都觉得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他们完成了 其实那是一种莫名的感动 会掉眼泪 多年的水疗及游泳训练 我终于做到了 十年来 每天早上天还没有亮 我就到游泳池报到 我学习一个人搭高车 或游几次早期的经验 晚上洗一点都 妈妈看到了我 说了一口气 对冠文和子娟来说 口语的分享是艰难的 但两人都完成了这项任务 很感动 都快掉眼泪了 所以就是要给他们机会 给他们舞台 看到不一样的族局 那我们试着 让他们发挥最好的能力 心智障碍孩子的成长力 父母亲是他们最重要的支柱 彼此的关系就像风筝一样 要想他高飞就得放手 然而又怕风筝断了线 让我在风里放一枝枝 回忆闹着碎你的枕 让那往事随风轻轻吹动 静静地缠绕在风筝的两头 是我记忆里你难舍的温柔 仿佛是能线细的手 将我的一生牵动 喜欢在沿沿的战斗 等待那一生未冷静的人分 纵然随便呼吸 轻轻流走 风筝一消失在遥远的天空 未曾留下一句彼此沉重 只剩一无色的笑容 温暖过每一个梦 我们有一天一定会老 当有一天我真的要放手的时候 他们就像了一个风筝一样 我们就一直拉在手上 一直在抓着他 很担心放手他会不会有什么意外 或什么状况 有时候会想到说 我走了以后 他一个人怎么办 像他有些同学的妈妈 是已经把他送到 那个机构里面去住 我想说现在把他送走 我真的是我反而不习惯 去努力去准备好这一切 因为未来总有一天 会真的需要放手 可是我们都希望他比我们早走 真的 能够在我们看得到 可以帮他把事情都办好 很圆满地走 我能够希望我 比他能够多活一天 对我只要看着他安全的 等到中逢时候 所有的悲伤 所有的感动 都会在泪眼中 才不回首 欢迎各位回到圆梦新舞台 Hello 你们好 好 好 老师好 来 接下来就是才艺的表演了 冠文仙 你要为大家演奏的是什么 土耳其进行曲 土耳其进行曲 康琴 改编版 那是不是有些难度 土耳其进行曲 是谁的改编版 土耳其进行曲 很难的一个版本 这名字你听过但我不熟悉 待会听 来 掌声欢迎你 Yeah 他因此 他会演奏 独身 那是 直接 继续 在 一 继续 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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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当然像冠文选择这个曲目本来就比较难 然后像跟他的这个妈妈聊天 听到他现在都在跟一般生在一起比赛 那我想这个难度 这个心理素质跟技术层面 应该都是很不容易 接下来轮到子娟 你要带给大家的是什么才艺表演 分享 分享 对 就那首与你分享的快乐 对 你是要唱歌还是要跳舞 跳舞 好 好 因为你说你要成为舞蹈老师 对不对 好 看你跳舞跳得怎么样 好 好 来 加油 谢谢 好 来 加油 好 来 加油 好 来 有少insky 好 benar 好 Series 一定需要我们去选择 担心会犯错 难免会受挫 幸好一路上有你陪我 与你分享的快乐 胜过独自拥有 至今我人生生感动 好友如同一扇窗 能让事业不同 与你分享的快乐 胜过独自拥有 至今我人生生感动 好友如同一扇门 让世界变开过 好棒 对芷娟来讲的话 我在她身上看到即兴这个层面 我觉得非常讶异 所以芷娟在操作她的肢体 然后她去诠释这个乐曲 你可以听到她跟着唱 然后她即兴地去创作出 她想要表达的舞蹈 你觉得自己跳得好不好 我觉得我跳得好 好 好为什么 她在跳舞的时候都有自己的变化 随着自己的感情 然后有不同的变化 所以我这次的表演也是让她即兴发挥 所以她们就是随着她们的喜好 兴趣 即兴发挥 是 好 我们还是请我们的音乐专业人 针对她们两位的表演 尤其钢琴 对 冠纹 那你本身也是键盘手 对 我本身也是键盘 虽然我没有弹过那么长时间的钢琴 但是我刚刚听到冠纹这样弹 真的 哇 这自探不如 而且刚刚那个版本因为特别难 它听起来有像三只手的感觉 刘老师刚刚有没有突然很差异 奇怪 怎么有三个声部同时在进行 所以她的诠释对我来说 真的很不一样 音乐性我是不懂的 但是我在看她那个执法 对 你就发觉好像有十个小人 就这么 都不会踩到 对 有时候很激烈 有时候又有那个 比较安静柔美的部分 冠纹都可以把它诠释出来 好 好 好 很不容易 是 那子娟的部分呢 但是子娟 那个我们可以 从她的这个舞步当中感受到 她对这个歌曲的诠释 你看她一边跟着唱 然后她跟着这个身体节拍的这个律动 真的很不容易 而且我觉得她很享受舞蹈之中 问一下冠纹妈妈 因为你本身也是教钢琴 对 然后你可以说是最用土法练钢 一个音一个音慢慢教出来的 要不要分享一下那一段 其实她是音感特别好 她其实听过曲子 她是可以去弹出来 只是说有时候教一些细节的部分 像古典曲子比较多细节要注意 就是要一次一次地这样带她 我知道她练好琴之后去参加比赛 从刚开始跟一般的身杖朋友比 对 到现在跟一般人比 对 而且现在跟一般人比 都已经可以名夜前茅拿第一名了 是 其实我第一次参加比赛 我告诉自己我再也不要参加 带她参加任何比赛 那是我第一次 我印象非常深刻 可是后来我还是硬着头皮 就每一次就带她去 其实我们只是想说要让她 知道比赛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知道是怎么样去 把钢琴弹得更好这样子 我们只是初衷是这样 是 听说有一次最让你傻眼的是 她在表演的时候 突然间听到一种声音 对 就暂停下来了 因为她之前都是一些比赛 然后可能听到铃声 她就要暂停 就要停下 她已经被音符的那个观念就是说 我只要听到铃声就停 可是有一次我还 我们带她去香港表演 等到她上场之后 就开始弹弹弹 弹得都很顺 我就很高 想说太好了 结果后台有一个 可能小朋友在四三角铁 就叮叮叮 然后她就停了 她弹一分钟 她就这样 然后就下台 她就整个好像弹起来 然后就下台 然后我跟大宝宝就整个大傻眼 因为这是一个表演 然后台下观众也是傻眼 那不行 再接续 再表演 没有 因为就是一个节目就下去 他们也以为就结束了 对 就是 可是后来我就觉得说 其实他们这孩子就是每一次经验 都可以学到一点东西 好 一定要问一下子娟 你现在为什么听说没有跳舞 因为我 年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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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为什么年纪大 其实都差不多了 所以你后来就改成唱歌了 对 现在是新路合唱团 对 唱歌比较喜欢 对 好 那你要不要唱一小段 给我们听一下 我们有学过《海叫七号》那首歌 我刚刚有一首歌 还等于有一首歌 第一首歌 第一句 我忘了 第一句 好 那你提醒第一句 明明从副歌就好了 副歌吗 副歌是 打腰瓜倒是 你看吧 他是拉着火箭子拉 好棒 能够背起来 已经十年了 这个歌 你遇到粉丝 太感动了 又婷 要不要分享一下 对于像唐宝宝 因为他们还曾经到国家音乐厅 去表演过 对 那很多人觉得说 那随便找一个地方去表演就好 干吗还登上国家音乐的殿堂 对 你们会有这样的一些计划或安排 对于我们的青年来说 当然这是他们一个展现他们才艺 展现他们一个天分的舞台 所以我们其实不管是老人机构 或是幼稚园 其实各个地方我们都会想要 去推动他们去参加 刚好有这个机会可以上国家音乐厅表演 这样子 对啊 其实透过不管是合唱 还有各式各样的活动 希望就是让他们不断地接触人群 融合在一起 我想对他们的学习跟成长是最快最有效的 是 是 真的 那个 下次我们的录影要在一个更大的舞台 是有观众的 所以我们要想想看 尤其李老师 是 想想看怎么可以结合一下 对对对 你要贡献一下你的乐才 你看两个人都都一个唱歌一个弹琪 对啊 都会跳舞 看看有没有他们两个可以做结合 其实从冠文跟子娟的身上 真的看到一句 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尤其在他们身上真的把这个 不可能的任务 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想这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 宗旨跟目标 就是为身上朋友打造一个圆梦的舞台 身上朋友不是能力出了问题 而是机会出了问题 有了这个舞台 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发光发热 看到冠文和子娟自信地展现了自己的才艺 一种分享 一种最单纯的快乐 而接下来为了进诗堂的演出 未曾合作过的两人要如何一起演出呢 吕胜飞老师又会给他们什么样的提点 好 来 我们来介绍一下 我们掌声来欢迎一下我们冠文弟弟 好不好 来 冠文 来 冠文站起来 来 冠文 来 来 再自我介绍一次好了 我是陈冠文 这届方济中学 一年起快二年起 为了进诗堂的演出 新路合唱团将以希望组曲 来呈现歌唱的才艺 而冠文演奏小提琴搭配 合唱团的指挥老师黄庆传和冠文的妈妈 一次又一次讨论 然后我们就可以这边走走走那走 那我本来的希望是说 这个前奏由你来拉 那我速度会是蛮慢的 好 是 最后终于定调 透过练习加强彼的默契 今天知道冠威要来跟他们一起合奏 稍微有点担心 因为毕竟要到大舞台去表演 今天真的很开心 能够在这边跟大家见面 看到大家都很有活力很有热情 然后今天还有帅哥冠文 拉小提琴拉得这么好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学音乐 我们今天舞蹈 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所以给你们自己掌声鼓励好不好 距离上台演出的时间已进入倒数 于生肥老师特别来到练习室 为冠文和新路合唱团的练习 进行最后的提点 冠文加油 那我知道你是最棒 跟新路的哥哥姐姐们一起好好的表演 新路合唱团的团员们 大家一定可以表现得非常好 子冠 还有新路合唱团的小朋友 大家一起加油 今天看到你们 然后跟着你们一起跳 觉得一定会成功 没有问题加油 即使不那么完美又如何 可以和朋友们一起快乐唱歌 就是他们最想大声表达的心声 圣肥老师身在其中 也感受到了这股快乐的动力 静思堂的演出终于来了 新路合唱团的团员何冠文 在家长老师的陪同下来到了会场 换装书画过程中 大家都好兴奋啊 感觉是要参与一个极大的盛会 而我们是主角哦 介绍今天的两位主角 第一位呢是自闭而陈冠文 冠文跟大家挥挥手 好 再来呢是我们的 唐宝宝黄子娟 子娟跟大家挥挥手 在这些年接触身心障碍朋友的 一个经验当中 我发觉心智障碍是所有身心障碍的朋友里面 可以说是弱势中的弱势 因为呢他们口语的表达有困难 或是很辛苦 所以很多人呢都不知道也不了解他们 那可是他们却有着一般人都没有的 那就是非常的纯真 你看子娟的笑容 来 笑一下给大家看 谢谢 所以其实在他们身上呢 真的可以学会 这个慢慢学快乐活 真的 这六个字 在他们身上是最佳的写照 那我们先来听他们两个人的分享 你知道 光是一个人要站在舞台上分享 对他们来都是困难重重 现在他们要试着两个人一起来分享 所以你们的掌声一定要最热烈 欢迎他们两位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陈冠文 今天要来说我的梦想 我的梦想是希望能去世界各地表演 让大家喜欢我的音乐 因为我是一位自闭儿 我的口语表达不是很好 有时不太理解别人在讲什么 但是我会弹钢琴 拉脚提琴 打爵士鼓 交槽提 任何可以发出声音的乐器 我都很喜欢 我每天都会努力练琴 因为我发现 我可以用音乐和大家沟通 如果说我一道是世界共同的语言 那音乐就是我和世界沟通的桥梁 今天很开心可以站在这里 和大家一起说我的梦想 我也要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音乐 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也会朝着我的梦想前进 尽力努力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黄梓娟 我的梦想成为一个舞蹈老师 曾经我参加了情乐家族的舞蹈班 也去上海世博表演过 我现在参加了心路合上团 还有冠文 我们一起拿表演给大家看 那我们合上团有三首跟希望读曲 还有我年纪比较大 还有我年纪比较大 我比较差不多 所以请大家给我一点鼓励 一些打声 让我们可以成为最好的把样 谢谢大家 我觉得他们的分享棒不棒 好 真的很棒 因为他们说很紧张 有些人说很害怕 而且你知道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陪伴他们的不管是家人 或是老师 要花很多的时间 真的是不容易 来问一下子杰 你刚才跟我说你很紧张 现在还会紧张吗 现在已经不会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心路合唱团 欢迎他们 那我想能够透过这样一个团体 把热情感染到台下看的人 这个事情真的非常棒 每一次 每一次够站 还为孤单都坚强 每一次 周上的手中也无传悲光 我知道 我一直有穿一心的翅膀 但我未 未过绝望 谁也无许多 和亲戚 在温暖 操摇 一面 无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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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把我们的力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觉得很棒 有啊 有啊 给自己打几分 很棒的有一万分 子娟呢 我觉得有些紧张 我已经被说完了 这已经说不得了 我觉得今天完全有成全这个效果出来 我觉得也许今天特别灌文的小弟姐 充满了感情 通常自闭症的孩子 要有感情是很难的 我希望观众看到他们在说一个故事 孩子们这么天真 还有我看到妈妈的陪伴不容易 而且她把整个的那个分享词 表达得这么完整 让我非常感动 我们这在讲说真的是很感动 除了感动还是感动 幸福的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